我三秒钟就能画一个完美的口红 有谁能跟我比 没有人吗 我就知道 嗨大家好 我是周年美商博目阳光 为什么要录制一期视频呢 就是上一期视频当中 我就画了这个好多个宁静色的口红 然后我的小伙伴就说 哇姐你为什么可以涂得这么快 同时可以涂得这么好呢 这个很难吗 首先涂一个完美口红的第一步 你就是要有一个很好的皮肤状态 有的人什么都不涂 但他嘴皮已经翘得很多了 感觉好像是庄稼等待收割的样子 所以这个时候 你怎么可能涂出一个完美的口红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第一步就是要做好唇部的护理 做滋润嘴唇的话呢 其实头一天去做功课会特别好 那我就会在睡前用这个 就Lamay的一个唇部护理的产品 其实是应该拿一个什么棉棒之类 在嘴巴涂一涂的 但是这个东西只有我自己用 所以我每次打开 就直接拿嘴 啃完了以后把它盖上 然后就可以安心睡去了 第二个我比较推荐的 就这一视频大家在录的时候 可能时不时会有咚咚咚咚的声音 这个每个伪装博主都会遇见 As a successful beauty blogger 我也遇见了 好继续聊聊这个 你看这个已经快没了 这个我真的买了很多 好像是陈伟婷用的 这个据说可以仿晒 但是我觉得唇部防晒 这东西就比较 就用个安心吧 这个还是盆润的 而且它这个润是 不会抢我的后续的上色 但是你要用口红之前 你还是把它抿掉的 然后这个我觉得特别神奇 就是用完之后 唇部里面会出现很多白色的丝 你把它擦完之后 整个唇部就非常的润 白色的丝 可能就是屎皮堆积 还有这个的话 是很多化妆师都推荐的 凡士林 一方面可以给你的皮肤打一个底 就油了点 但另一方面 就是给你的唇部打底 拿一个棉棒 用力敲一坨 然后在你嘴巴上厚厚的敷一层 再开始化妆 等到化到嘴巴上的时候 它把你这个都抿掉 然后把你的屎皮都带走 所以这个的话 真的是便宜大碗 凡士林 说完了唇部的护理 接下来说说 怎么样可以快速的擦一个唇膏 首先我要把嘴巴上的口红 稍微抹去一点点 接下来就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是如何快速的涂一个唇的 其实很多姑娘 可能之前看了电视也好 广告也好 都是这样涂口红的 但你会发现 这样涂口红的话 很容易左边的唇峰 跟右边的唇峰不一样 很容易失手 那有一个方法呢 是可以大大减少失手率的 那就是先从里面开始涂 像我这样 好 我现在就是嘴唇的内侧呢 已经是化完了 然后呢 开始轻轻的晕染它 或者是可以加上手 好了 像这样呢 就是一个薄涂的一个口红了 那如果说你觉得这样太淡的话呢 你可以用按照我刚才的说的方法 你再涂一次 这样的话呢 就是失手率很低 同时又是一个很元气 很厚土的一个感觉 这就是我的一个小秘籍吧 有些姑娘呢 真的是左边右边就很难画对称啊 所以这个时候呢 给大家推荐一个 听起来很有年代感 但是真的是很有用的一个方法呢 就是用唇线笔 说到这里呢 要说到我们80后的共同记忆了 就我们的妈妈 可能是用唇线笔的第一代 我不知道那个时候唇线笔 为什么会这么强大 就是我妈每次用完唇线笔 再擦口红 然后呢 她吃完饭之后呢 所有的口红全部都掉完了 就只剩下两条唇线 看起来特别吓人 这就是我对唇线最初的认识 所以后来我长大之后 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太有年代感了 坚决不要用 但是现在真香 给大家示范一下 就是怎么样用唇线笔 在这里呢 我就是非常推荐这种浅浅的唇线笔 它的利用率比那种很明艳的颜色 要高很多 因为很明艳的颜色 一定要用很明艳的口红 但是我们的口红呢 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颜色 但是你用这个浅色的颜色 来打底的话呢 什么颜色的口红都能叠加 最后一点要跟大家分享的小心得呢 就是当我们画完口红的时候呢 你可能觉得自己很完美 但是别人看来可能未必那么完美 比方说我以前就画过那种 看起来嘴唇很小 然后别人看我就是没有嘴唇新人 或者说呢 我觉得这个好性感啊 好卡带身哦 但其实就是一个香肠嘴 那怎么样可以判断 这个嘴唇到底适不适合自己呢 最好的一个方式方法 就是你不要拍照 你要用视频 而且是五美眼的情况下 你对着自己拍一拍 然后你就看看这个样子 厚薄的程度 适不适合自己 静态的这个照片 还有镜子是会骗人的 因为它是一个比较平面的 而且自己看自己呢 有滤镜 只有真正五美眼 无滤镜的视频 才是真正的 可以告诉你怎么样才是最美的 才是真正的照妖镜 没有人吗 嗯 我就知道 太枪 太枪 被人揍了 高级 太枪了 太枪了